再要说到近期的人质消息 昨天晚些时候开始我们看到美国各大媒体先后报道了一个消息 就是李尚福真的出事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有关于这个事件最详细的报道可能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 有三到四位来自中国还有美国还有世界其他地方的记者联合书写了这样的一份报告 其中的引述接近北京决策层的一位人士透露 李尚福在上周其实已经被北京当局带走了 现在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的消息是李尚福已经被免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 李尚福最后一次露面呢还是八月的下旬 那么八月下旬出席中非论坛等等等等 但是此后呢李尚福又好几周都没有露面 这个时候啊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传言 李尚福连续两周没有公开露面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在今天呢在这个外交部的发布会上有记者也问及了有关于李尚福下落的问题 现在外交部的发言人说不了解有关的情况 那么李尚福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 解放军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可能是习近平没有办法解决的 这一位美国官员同时谈及解放军中的腐败问题 现在已经根深蒂固 我们也知道近期啊中国高层有一系列让人觉得是地震级的人事调整 七月的时候突然免去了秦刚外交部长的职务 而之后呢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俗称火箭军又有了新的指挥官 作为国防部长李尚福主要并不直接负责指挥作战 更多的是所谓的军事外交这一方面的职务 现在李尚福啊突然不见又有有关于他被查的消息传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何明先生 李尚福啊是不是真的被查啊 还只是问话一下 还是不是他真的健康有问题 还是说呢跟越南的取消这个事情有其他的政治的情况 坦率的说 即算是我看了这个金融时报 看了这个华尔街日报 也看了这个路透社的报道 我现在还不能完全下结论 一旦我们有了更多的消息进行了确定 我们也会跟上次秦刚事件一样的报告给大家 我们能了解多少就告诉大家多少 那么李尚福啊这个事情如果你要他被查 在上个星期在梁建的节目里面 梁家河节目里面华尔街论坛里面 我们也讲了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理由 是因为他曾经直接参与建设的中国的最神秘的一支部队 就是不是大家一般讲的火箭军 是战略支援部队 这个部队的力量呢 就是进行战略的支援 一方面是情报 原来的总参的技术情报系统 就变入到了这个部门 包括网络站也进入了这个部门 还有航天领域也进入了这个部门 那么这就是早一段时间自杀的那位吴国华将军 他就是来自于原来的总参三部的部长 最开始要答应过陆阳卫语学院的这个院长 好像这个学校现在改成叫什么中国解放者 什么信息公众学院 最近我不是很清楚了 那么呢这个是一个原因 另外就是李尚福将军呢 他一次以来是在航天系的工作 因为他在国防科技大学学的就是这个专业 然后分配是在西昌发射中心和几个基地来回这样做 可以说他对航天领域是非常熟悉 受于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军官 但是航天的技术就是一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大家感觉到中国的航天领域可能在世界上 不能说出于最领先的地位 反而是主要几个航天大国之一 我们想到了在理工时候的最大的乌龙之一 就是星球大战 是不是在未来的国际的对抗中间 或者是合作中间或者竞争中间 航天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最近几年的航天 从最开始的杨立伟就像一个拖拉机一样的 转了以后地球一圈 然后十几年过去 中国的航天技术的发展 大家都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因为进步实在太快了 不仅是中国印度最近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甚至俄罗斯这种国家 虽然早一段时间他们失败了 但实际上在天 这个叫什么太空战 实际上他们还大多美国人在一起 在玩 所以这个部队呢 虽然大家不是那么熟悉 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要 没有想到今天发生了 今天正地的气球事件 这个气球事件我一直有两个疑问 我现在都没有解开 第一个疑问是美国为什么不公布调查情况 那么大的声音 结果就没了 而且拜登总统说这也就翻过去了 无非不是两种可能 这个气球里面的洁明情报已经被美国掌握了 美国就不想告诉中国 我掌握了这个东西 第二个是这个气球里面根本没什么东西 证明中国没什么了不起的 甚至还不能说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建立气球 所以呢也就不好意思公布 这种情况全是它没有证据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公布它 第二个是中国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你这个气球 近于引擎呢 说是民间的 那你为什么不公布哪个公司呢 对吧 比如说山东啊 比如说上海啊或者浙江啊 哪个公司公布就可以了 它不公布 结果现在慢慢开始发现 这个可能性呢 还是跟军方有关系 有关系 那么如果跟军方有关系 我们就有了很多合理的推测的理由 那就是呢 这个气球 出现的问题 要么就是上班农总统讲的 中国方面跟班农总统说 习近平根本不知道 对吧 也就是没有经过授权的 某一种测试 或者是一种行为 第二个呢 原来跟中央中委 或者跟习近平报告的 中国的气球怎么那么牛 结果后来失控了 失控就是失控吧 失控到了美国 所以这个事情是从一个事故所引起来的这种调查 按照习近平的脾气 或者是他的这种做法 我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林林任 查到谁就算谁 管你什么国防部长 管你什么外交部长 管你什么部长 对吧 当然这个事情跟外交部长未必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李尚福恰恰跟这个还有 有了关联 当然你要说腐败吧 而解放军都腐败 不是简单的 整装卖不腐败 对吧 那么后进步也腐败 海军也腐败 空军也腐败 那么腐败是全世界军队的一个普遍存在 我话跟大家点到这个地方 但是中国的军队是特别腐败 原因是他更不被监督 更不容易被控制 李尚福的情况啊 我就觉得大家还要姑且看着啊 不要急于的下节目 等到这个有了更多的信息 我相信我们来再做这个分析 好 谢谢和明先生的介绍啊 那我同时也注意到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文章 还有一个观察 在几个月前啊 7月下旬 那是李尚福公开露面的最后一个月左右 这个时候啊 那么装备发展部发布了一个通知 说严厉打击装备采购和招标过程中的 违反违纪 呼吁公众举报二零一七年十月以来的不当行为 而李尚福担任这个装备部门的负责人的时间 正好是二零一七年开始到二零二二年担任国防部长结束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时间观察点 另外啊 刚才和明先生其实也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李尚福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真的是发现问题已经被免职了 还是被问话 这个中间呢还有一定不确定性 那接下来呢也有一个时间点大家可以注意留意 这就是即将举行的香山会议在十月底左右啊 那么理论上来讲的国防部长是需要出席的 到时李尚福是不是出席 还是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变数 我们也不妨再等一等看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路透社 还有华盛顿邮报所引述的消息来源 现在在中国内部的消息官员向美国媒体透露的信息啊 也是对于李尚福的命运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可能性 有一位中国官员对媒体说李尚福是因为健康原因 没有办法出席啊这一次啊原定与越南方面的会谈 但一听到健康状况 大家就会想到之前说秦刚的时候 中国方面最开始说的也是因为健康原因 可信性多少现在不知道 同时也有中国的消息来源认为 李尚福是因为涉及了腐败问题被查 那我们看到李尚福的行踪现在形成了很大的遗云 而具体细节是哪些我们还需要继续再看 那我也看到中国的时政问题观察者邓玉文先生啊 说说现在呀已经退休的国防部长 魏凤和也在接手隔离调查 同时啊邓玉文先生又说北京的消息临通人士说 李尚福也涉及火箭军的问题和前军委副主席 徐才后的有关问题 现在是不是平安过关还是最后收监 最后呢也有疑虑 那么邓玉文先生是一位很严肃的中国问题的观察者 那么他们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也向大家介绍 供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和参考的可能 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本期的华尔街论坛的消息讨论的全部 今天是一个周末天气转亮 但是观众朋友们仍然很热情的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甜甜 谢谢艺人 谢谢如是我们谢谢JZ 谢谢甜贤 谢谢卖团 谢谢这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支持 稍后华尔街联报继续 我认为就是这个你忘记了这个赞扬我们的田先生啊 他驾驭的是李奇博士的钻石会员啊 谢谢天贤 谢谢天贤 谢谢网友对于我们的支持 成为会员很重要 成为会员非常重要啊 因为一下子把你套上一年 哈哈哈 对 这是属于我们就这个这个这个 有一些这个不法的美容商店啊 经常是哎 不能够单次收费一买只能买年卡 就最后跑路了啊 当然我们不是这样做生意的人 哦